当山人们还在无限花期的节日气氛中,忽然传来河南水灾的消息,瞬间传遍网络,河南省自17日起连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造成包含省会郑州在内的多处严重洪灾,灾情十分危急,截至21日晚间,郑州已有25人不幸丧生。 这两天网上看到最多的就是灾情和捐款,俊哲都在第一时间转发了灾情,并参与了捐款,张哲瀚捐款100万人民币,作为刚刚红起来的明星,这个金额还是让我有些吃惊,毕竟做了很久的流量明星和老牌一线艺人也不过是这个数额,作为隋政主的山人粉丝,则以张哲瀚和龚俊的粉丝名义,在粉圈中捐款数额最多。 这么能课金的粉丝难怪各家都想要,就在网上有人叫嚣龚俊为什么没有动静,是不是公益面前想缩头的时候,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出微博并付出收款回单图片,原来龚俊已经悄悄以粉丝名义捐款50万。 接着又看到中华私园工程扶贫基金会发的微博,龚俊也是以粉丝名义捐赠了1000条毯子,200个被子和200套床品。 刚还清房贷没有几个月的俊子着实,让我又感动了一把,在看点快乐的东西。 昨天就看到有人发的图片,俊子的安乐撰开机微博下面带了点击加入守护浪浪钉的小尾巴。 今天早晨竟然看到小哲工作室微博下面也带了同样点击加入守护浪浪钉的小尾巴。 不管是有意还是巧合,还是让山人们高兴的同款,再有就是浪浪钉超话里的风景,虽然管理组的新规则设置了太多禁忌,让山人们失望,但是大家不舍得这个名称还是以各种无厘头方式发帖,最终成功地将CP超话变成了世界文化交流中心。 想做一名合格的山人,我是不是得考虑多学几门语言和密码破译呀?